让我们高兴成都AG超晚会 没想到时隔数日再次回归赛场的AG 还能奉献稳稳的幸福 AG这次试惯首发仍然摆出的是 伊诺艾斯熟悉的狗屁组合 BOE的循环赛没有英雄池的顾虑 面对RW霞的比赛 直接为伊诺移抢招牌阿黎 在最后一手辅助选为善 拿到了并不常见的姚黎组合 毕竟KPL惯用的都是姚马组合 并且AG这个阵容非常缺坦度 进攻就是最好的反手 在姚护盾的加持下 完美是被了伊诺射手激进打法的属性 比赛前9分钟 AG都处于劣势班 上下两路外塔高破 对面还嚣张进攻红驱 此时伊诺光顺利挂着姚 明知山游虎偏向补杀行 带头冲锋 一追四 另一位移闪到孙上香脸上 瞬间将其打散 姚补补杀控制 与不大招 封走位 伊诺继续乘胜追击 从红驱追到对面一趟 最终拿到无路可走的孙上香 这一波伊诺的凶悍 成为了AG整场比赛的转折点 艾丝的摇配合伊诺的龙村林 反复吃了德华般 总想丝滑 然后与此同时 奥神这个位置 想去包一下奥神 想追他 队在身后 看超飞赶过来 给个大招 被躲了 没控到人 可是蒙天这一下的进场 是直接戳到孤棍里 孤棍里反着我 一个大招推了一波 蓝的位置 有点危险 表赛上身 补了一个很厚的盾 直接一口咬死了 尊上香 而魏阳还能再去轻拨兵线 奥神此时此刻 杀奥神呢 已经断了一下 然后这个控制是已经摸到他了 在身上输出 还是伤害拉满 还让张飞浪费了一个大招 那么这个五步配合着刘一波 成绩再减速再给雷 可不可以再给一下 蓝进场 魏阳赶了过来补雷下输出 伊诺拿到了这个头 交了一个闪现 还有二招 可以要反打 吕不再飘 留到了一个张飞 闪现 王大军可以杀 结面吕不已经灰死了 看吕不能不能出来 这里开了一个苍穹扛了一波 最终是没能扛下来 想被打个一 还在继续追伊诺 给了两下普攻 配合着什么东西的一炸弹 再收蒙天的人头 奥神现在左处的那个点 一击还没探到 奥神被发现了 被看见了 这个龙到闪杀线了 进场 龙是谁的 公孙林伊诺拿到这条布莫龙 吕不这一波跳大小 去击杀 后面残写的蒙天是没有成功 三路的龙兵 蓝进场 蓝和吕不一个配合 现在王高军 辉月结束 直接组 再点水晶 让我们恭喜成都A级超王会 拿下了自己在试冠选拔 在第二阶段的第一个小分 A级状态回短了两个关键 一是艾斯的指挥回来了 21诺的手术成功了 不再是曾经那个眼里 只会击杀的诺队 如今变成了喊点塔 最大声的那个人 我好紧张啊 上战场了 我们在先打的状态 哎 蒙天没闪 进来三秒钟 三秒钟 驴不直接去到 驴不直接去到 可以秒可以秒 可以秒可以秒 进进进 打了 看位置 进进进 我的龙 先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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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进 前面别追 没追 拉回来 拉回来 可以不可以 没打 5秒上战 5秒上战 上战就好 直接干兄弟 招军是没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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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军打了 招打了 招打了 可以招打 可以招打 招打 进去点 进去点 进去 来死了 ag的第二场比赛 面对S组 刚掉下来的北京微博 又是熟悉的 一阳大战 很明显 花楼教练 观察了ag与RW的比赛 但ag再次为一诺 选出公孙里的那一刻 花楼的眼里 只有一诺 团战可以输 一诺必须死 开局三分钟 就直接四人抓下 一诺在塔下 瑟瑟发抖 虽然插翅难逃 但仍在做 最后的垂死挣扎 拖到笑影支援赶到 让花卷为一诺陪赞 一诺感觉下路 待不下去了 下一波换线到上路 但微博的策略 依然很明确 钟野辅三人联手 再次强行赶开一诺 逃过脑羊的绝油精 再也逃不过 鲁班大士的拉 眼看上下两路 都无法生存 一诺再次转换思路 来到了当年 赖一传亿的龙鹿 一诺槽 做一只射手蹲草的老六 端到了那只 可爱的小路弹 这又是一波ag的大节奏 一诺成了关键导火索 微扬成了老六的 最佳输出者 这一波更细节的是 一扬给一诺让雪包 简直溢出屏幕的温暖 H轻松拿下微博 一诺撸起袖子 转抬拉慢 而花楼教练 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 脸上写满了不甘雨落寞